大家好,接上一个视频 就是俄罗斯刚打乌克兰的时候 在微博发,对吧,国内的男性 说要收留乌克兰美女 引起乌克兰的反感,巴拉巴拉的 那个微博啊,被人扒出来了 他有推特号了 推特上呢,其实都是各种的反华言论 对吧,关注了一堆藏毒,疆毒,各种毒等等 那这事就很奇怪 那么这么一个人,对吧 在推特上是如此的一个反华人士 怎么在微博上开个微博 发几个东西,突然就这么火 引起这么大的舆论风向 对吧,微博啊,抖音啊,都忙不迪的 删号空评了 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一件事情 这么一个反华人士 怎么轻易就在国内带起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很奇怪啊,对吧 是不是国内国外网特大联合了呢 看起来是有联合的趋向啊 甚至,对吧,联合的胡缝堆接 这事还是很搞笑啊 一个,他推特上都没有什么人气的呀 对吧,这个注册个微博发了这么点东西 就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扒得很清楚 为什么,他的微博名和推特名一样的 对吧,最后发的那条微博内容也是一样的 就关于俄乌战争发的东西都一样的 本身他在微博上也没什么人气 怎么那个微博突然就那么火呢 都值得怀疑 对吧,这个微博用户太多了 微博太多了啊 瞎火一个微博啊 不容易,没有特意的去推 如果官方没有特意去推啊 是不可能的,对吧 而且从微博烧到动音 大量善耗控平等等 对吧,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还是那句话,对吧 乌克兰没人关心这个事啊 没人关心 这都啥样了呀 谁还关心这,都打仗了 就咱发正常状态 一个正常的国家 没有人关心哪个国家网民说了什么 顶多打打口水仗 我有时候在Reddit上 对吧 也跟小战兴小红伯们吵一吵 吵一吵 也就如此而已 它会上升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完全没有必要嘛 那么继续今天的话题啊 就是圣母 非常讨厌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假圣母 这两天啊 又火了一篇文章 叫做为战争叫好的 都是S13 作者呢 叫空虚公子 是知乎上的啊 实名认证的是 德国慕尼黑大学 文学硕士 我简单读一下啊 就是俄罗斯 驻联合国代表 还在窗名几净的 安理会上争辩 这不是战争 这只是一场特别行动 不知道大洋彼岸 正在慌乱逃亡 罗斯托夫的 大量乌克兰难民 会怎么看待这句话 而一些听不到远方哭声的网民 已经迫不及待 开始为普京大帝唱起赞歌来 仿佛在2022年的世界 大帝依旧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词 抱歉 这种人真的很傻十三 民族主义和大国博弈的恒大叙事 已经把他们最后一点人性榨干 竟然能左手社会达尔文主义 右手各种大烂杆 把自己的人皮换成一副俄罗斯国旗 在他们眼中没有天下大同 没有风月同天 只有近处的敌人和远处的敌人 如果他们能坦然承认 自己是禽兽罢了 他们却非要把冷血和兽性 当作自我吹息的本钱 无论从功利主义还是道德主义 我们都无法理解这些人的逻辑 这个文章很火 当然我也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因为很多网友也会问他 海湾战争 尼拉克战争 对吧 科索沃战争 你怎么看呢 他当然讲这是消灭独裁 这些地方被独裁者欺压 萨达姆等等独裁者 美国给他们送来民主了 那网友又问他 那这个 譬如原本巴拿马的总统 这可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还有美国入侵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当时的总统 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还有智利的阿联德 阿联德是选出来的 你们把阿联德给抓走了 然后扶持了皮诺切特 这个独裁者 这又咋回事呢 对吧 然后支支吾吾的扯了一通 其实扯来扯去归根结底 俄罗斯挑战国际秩序 挑战的是美国秩序 你说他反战 他不应不反战 只不过露出他所谓的圣母的一面 本指还是一些伪圣母 当然不管伪圣母还是真圣母 都很讨厌 对吧 伪圣母比较坏 真圣母比较蠢 总之都很讨厌 对吧 我本身也很讨厌圣母 我觉得圣母啊 还不如这帮吉幼呢 吉幼是真坏 但这个对吧 捏儿搓搓的坏 或者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 实际上的更坏 都非常讨厌 对吧 而且更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 说一些无用的废话 与现实无用 与其他的东西呢 也没有用 你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 如果你是联合国秘书长 他那个位置啊 你当然只能说些圣母的话啊 世界大同啊 人类联合的理想主义啊 对吧 全世界和平啊 人类共同发展啊 联合国秘书长 当然你这个位置 你就说这话 不管你咋想的 你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 扯了一套干什么 对吧 这个虚伪虚假虚无 而且你说反战吧 对吧 像前面说的啊 这个美国打的仗 他不反 很支持 对吧 即便不是 你说他尊重生命吧 看着这个战争当中 很多人 他很伤心 但你不要忘了呀 在1993年到2003年 没有多久的事啊 钢果机内战 对吧 板屁了350万人啊 好像也没有人关心 对吧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同样的 在现在 俄乌开战的时候 还有三场战争 一个美国轰炸了索马里 一个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 还有一个沙特轰炸了叙利亚 这三场战争 他也不关心 尤其美国 又打了索马里 他可能觉得美国又给索马里 送民主去了 我们打开地图啊 索马里这个地理位置多好 你看到地理位置多好 同样的 索马里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但是没有开餐 对吧 索马里的渔业资源 海洋资源很丰富 矿产资源也丰富 按理说他不至于如此的 那为什么如此了呢 对吧 还是美国的石油战略 石油战略 对吧 这个索马里这个地方一定要堵死 堵死 那么从而堵住北非 北非很多产油国呀 控制北非的相关的航路 只有他乱糟糟的 才有利于美国的石油 石油美元嘛 就这么个事 扯这托干什么呀 所以这个世界本指啊 还是弱肉强食的 这个美国打世界都好 对吧 所以他们口中的国际秩序啊 本指上 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巴达巴达一大通 说了一大通啊 本指上呢 还是 对吧 这个贵美政啊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一切都是对的 他所有的自由 人权 民主 反战 什么人权 珍惜生命 都是假的 根本不关心这个事 你包括没多 这个大概十年二十年前 东帝问独立 那也为此牺牲了六百多万呢 你咋不声援独立呢 你看要不然就 对吧 这么多人没了 非常可笑啊 非常可笑 对吧 包括乌克兰这个事 本指也是俄罗斯的绝地反击 这个北约成五次承诺不通过 承诺过呀 但是五次撕毁协约 对吧 东过了五次 一直快扩到人家门口了 你遵守协议了吗 对不对 你遵守了吗 完全没有遵守协议 当年和苏联谈判的 就是对吧 来到来来去年来过天津的西尔曼 西尔曼对这个事都很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苏联谈判 承诺嘛 很多都他签的 对不对 他也觉得美国背信其义 那你不你不遵守协议 别人凭什么遵守协议 对吧 包括这个明斯克协议 明斯克协议 也都没有遵守 都已经自己背信其义啊 还有说这个 你譬如阿 阿大利亚大兵 在阿富汗干了什么 这个时候不谈民权了 不谈民主了 包括美国在伊拉克都干了什么 微博上有个叫欧马的伊拉克人 中文很好 天天对吧 给你发这些东西 民主之后啊 伊拉克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我记得当时微博还有一个公子讲啊 这个民主之后 对吧 伊拉克人GDP多好 经济多好 那个欧马给你贴伊拉克首都 对吧 这首都啊 你看现在啥样 断臂残元 首都是个屌样了 其他地方能好哪儿去啊 一点也不好啊 只不过让人民过得更加的苦难 更加的苦难 所以这些圣母们呢 往往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啊 又是反战啊 又是反这个呀 又是反那个呀 对吧 漂亮话说的一通 一堆堆 一堆堆 但是于事无补 毫无意义 是一堆没有用的废话 不仅没有用 对吧 而且虚伪至极 就像这个 之前欧洲 哪个国家 我忘了 街头有采访 你知不知难民 我支持 难民接你家去吧 那不行 一样的 对吧 你这个遥远的乌克兰的战争 你看同情他的难民 不相信每个人所居住的村庄 社区 对吧 如果城市的小区等等 都会有一些 不是那么好 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的人 这个时候同情心就没了 对吧 这个时候同情心就没了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虚伪的道德 虚伪至极 同样就像这个血位战争较好的 都是傻十三的 这个空虚公子一样 对吧 一谈到其他的战争 就变了一副嘴脸了 这是消灭独裁者 消灭独裁者 伊拉克怎么死好几百万 这好几百万都是独裁者 阿富汗也公布 对吧 也死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都是独裁者 他不是 都是平民啊 都是平民 外面看你关心关心 对吧 这个世界的本旨呢 很多事情啊 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是事故 发生 错了 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是故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才是事故 本身就这样啊 很多时候就和你无关 根本就不可能感同神兽 对吧 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情 如丧好比感同神兽啊 那只能透着一个字假嘛 即便再有同理心的人 还是也是这个样子 终究还是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才是事故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 是一样的 真的觉得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也是事故的话 那我相信 不用去看遥远的乌克兰 就在你身边 农村的你的村庄 城市的你所在的社区 对吧 你所在的小区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 都会有 又关心了谁呢 还是没有嘛 还不是当个故事在听吗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总之啊 对吧 虚伪的圣母是最讨厌的